你睡着了 好了 我来开个车行 车行 就我原先工作那个地方 要跟你科普一下 车行不仅仅只是洗车和贴车衣那么简单 还可以做简单的改装和维修 而且以后做大了 还可以向卖车店拓展业务 如果我能做成 江阳这个地方的第一 也是个不小的生意了 凭什么你就能做到第一啊 我有三大核心优势 第一 第一 我懂车 我也喜欢 车行的老板我见过不少了 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你 比我懂的没我喜欢 比我喜欢的没我懂 又懂又喜欢 又懂又喜欢 继续 第二 资金支持 咱们高董事长财力雄厚 作为我的天使投资人 想必他能够给我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创业 不是 你笑什么意思 肯定的意思 真的吗 真的 第三呢 第三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我创业的关键点 就是你 先吃饭吧 穿饭 你让我看看 到底有多种车 就在这儿吧 听声变车 承不起你 大绳子的城 怎么个听法 我可以直接听出所有的高端发动机的形状 说车请 我不信 不 天赋一饼你为什么不信呢 那就展示给我看一下了 行 看啥了 你闭上眼睛就不呼吸了是吗 能不能别打扰我呀 我继续听啊 我把信息最低配 你别偷看 我什么时候偷看了 我都说了我成不起你 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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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蒙住我的眼睛我来听行吗 你睡着了 你睡着了 没睡着 这不是没有高端车型吗 你耳朵还挑食啊 低端车型也能听 但跟咱业务不搭边啊 我们开的是什么高端车行 最厉害的啊 我来看看 这下一个讨厌里 这下一个信息会 适应的 那是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